是谁在阻止你健康 买健身镜真的有用吗 诶 可能还真有 Pitcher最新盛进的模型3 健康的身体 完美的身材 可能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但它或许会成为让你迈出健身第一步的关键奇迹 它的实际体验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健身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 小健身 自己练吧 怕坚持不住 去健身房办个卡吧 要出门还得花钱请教练 打不开钱包 卖不动腿 还有挤兑本就不斗的时间 就让很多人的健身计划仍然停留在计划阶段 好巧不巧 因为特殊原因 今年很多城市都受到了影响 生活节奏的忽然变缓 加之刘光宏教练 直播健身一波顶级流量的汇入 让原本很多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人群也开始关注重视自身的身心健康 纷纷加入居家健身的大家庭 调编我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 这波浪潮也让很多居家健身的设备火了起来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类产品的极大成者 来自FITCHER的智能健身镜 全新上市的魔镜3 外观看上去有一种简约高级的质感 一个镜面加上一个底座 细屏时和居家落地镜相差不多 只是看上去颜色要更加深一点 背部设有固定装置 镜子可以选择靠墙摆放 也可以选择挂墙安装 我个人是更推荐靠墙摆放的 因为这个角度镜中的自己永远都是黄金比例大长腿 凑近细看 这块镜子上还有熟悉的电源键和音栏加减键 全金属的边框 镜面正上方还有一排麦克风 居中的AI传感器 底部双分屏一体声音响 点亮屏幕之后 就是一个比手机平板更大 更方便观看健身视频的高清显示器 这就是一块健身镜最基本的组成 一块落地全身镜 加上一块带AI传感器的屏幕 加上最重要的 就是内置了丰富专业的健身内容和智能家居功能 对了 全新升级的摩金3的基础配置和定位 其实是要比自家的旗舰款还要高一些的 先叫旗舰款 除了更长更大的镜面外观 屏幕也从之前的1080p升级到了 现在的4K10bit色深高清屏幕 屏幕贴合工艺也都到了升级 相比旗舰款 屏幕观感客家清晰通透 消除了之前贴合问题产生的重影 并且拥有着178度更广的可视角 即使在室内强观环境下 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内容显示 硬件足够了 那软件生态自然也在跟上 健身镜顾名思义 健身这一项功能一定是核心 其实市面上健身APP 多如牛毛 也会有丰富的课程内容 相比手机 电脑上的内容 这款摩金能提供给我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也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 进入APP连接摩金之后 首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运动能力的评估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评估过后 系统会根据用户自身能力 推荐定制运动量最为合适的课程 说实话 面对市面上海量的运动课程 真的会不知道从何练起 但是基于运动能力评测和运动偏好 选择的专属定制计划 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比起尔摩金三的健身功能 其实并不单一 不光只有普通的健身项目 还包含有瑜伽 舞蹈 拉提 冥想 武术格斗 甚至运产专项训练等等等等 一共16大类的课程 同时可供挑选的教练也很多 他提供的健身运动类型 丰富到几乎涵盖了绝大多数人群运动的喜好 以及可能会用到的场景 并且除了各个项目之外 针对身体各个部分的专项训练也是有的 男生练个腹 女生练个肩 都不在法下 甚至还有打工人损伤理疗 体态纠正 连奶奶妈妈们想练的广场舞 哎 他都有 并轻松地满足一家人的居家健身需求 健身内容方面 我们还是先看看新款摩金三新增的功能之一吧 双人课程 在新生级的双人AI识别芯片的支持下 两个人一起运动也可以完美地识别了 不管是情侣 朋友 小孩 都可以一起锻炼运动 互相比拼 互相鼓励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让健身镜不再局限于一个人的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 我发现相比手机直播 或者是看专业健身视频来说 摩金三上的课程讲解要精细很多 有难度的课程会把每一个动作单独的拆封进行详细讲解 简单易懂 让小班用户可以更快的上手练习 专练起来更加高效 这点对于之前从未经历过专业健身的用户来说 体验真的非常友好 并且相比手机的屏幕要让大伤很多 实际的观感和体验也要好上不少 其次内容上当然少不了直播客 每天的早 中午晚 不同时段基本上都要安排直播课程 可以满足大部分人对不同时段的需求 直播课程还可以实施互动 体验私教班的感觉还是很棒的 我们短时间的视频 很难完全展示出课程讲解的专业度以及精细程度 有条件的同学 我们还是建议去线下门店 实际体验感受魔镜的美丽 就课程的内容和质量而言 应该是不会让各位想健身的小伙伴们失望的 其次相比内容上的丰富程度 我觉得魔镜3做的最好也是最厉害的一点 其实是它的AI交互 也是我重点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 首先动作纠错 做一款专业的智能健身剂 这是必不可少的功能 有和feature自主研发的feature motion engine 高精度AI传感器 精准的捕捉识别运动轨迹 可以实施监测做运动时 你的动作是否标准 出错了会实施在屏幕上显示出如何纠正动作 非常的人性化 至于精准度有多高呢 举个例子在跳声挑战中 我就想假跳一下 蒙混过关 动作到位了应该就可以了吧 但是只要检测不到你双脚离地 它都不会计算成绩的 稍微离地又能识别了 精准度简直不要太高 UI界面的设计 我觉得也非常巧妙 除了中央C位处的课程内容之外 上方有常规的进入条 时间以及消耗热量的显示 屏幕下方最显眼的位置处 除了一些AI课程会有的小人互动之外 大部分的课程都是这样的 实时增加的分数不断起伏变化的排名 我那个该死的好胜辛娜 一下就被点燃了 我怎么可能不如别人呢 这样的交互作用下 运动量只增不减 这种眼看着一步步超越其他用户的快感 还是很爽的 时间长了 累了 只要你稍微偷懒一下下 动作稍有变形 你的得分就会立马变少 甚至没有分数 为了不掉队不落后 忽然就有了动力继续下去 这点UI的交互设计是真的很不错 我反正是挺吃这一套的 语音交互上 只要对着他说磨进磨进 语音助手就会弹出 只要你不问他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 他就会不间断地根据你的需求 提供专业的课程推荐 并且健身运动中途 也可以随时语音唤醒 用于快进快退 结束或者是更换当前的课程 而这一整个过程 可以实现完全脱离手机操作 大大减少了使用手机的平均 磨进磨进 退出 咋了 现在要退出吗 确定 无形界也降低了被手机其他信息 诱惑干扰的情况发生 创造出一个相对更加纯粹的运动健身氛围 而且feature磨进3还可以享受 云小微QQ音乐专手服务 运动过后 只要对磨进说出 磨进磨进 我想听周杰伦的歌 就可以免费播放取扣中的音乐 搭配上双风屏立体声音响 听个歌的感觉还是非常惬意的 最后feature磨进3其实在内容专业性 个性化定制 交互体验上都没得说 甚至社交圈层的功能都已经相当完善了 作为一个非专业用户 我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不过还有一点建议就是 游戏交互方面的内容 我觉得可以适当增加一些 虽然还有很多青少年专属的课程和游戏课程 不过对于小朋友们来说 肯定还是多多益善了 也许可以更加有趣的引导孩子们进行锻炼和运动 总结 feature磨进3总体的体验下来 除了有优秀的外观做工 阳光下也能看得清楚的屏幕显示 不错的立体声音响效果等等 这些对得起价位的硬件配置之外 最主要的 我觉得作为一款全新圣技的健身镜 它不仅拥有着非常专业 丰富适合各类人群的健身课程 搭配上优秀的AI识别 以及智能的纠错能力 UI交互上的设计 也能巧妙的激发用户坚持下去的动力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但凡点击开始进入课程 眼前不断起伏的分数和排名 时刻刺激着我的好生心 结合丰富有趣的课程内容 很少有做到一半 觉得无聊退出的情况 既把握了运动的量 又能在结束时一扫疲劳 带来心情上的愉悦 这点我觉得 才是feature做的相对厉害的一点 如到最初的问题 买健身镜真的有用吗 最好的健身设备 讲到最后 还是得靠自身持之以恒的坚持 中用赞比亚作家丹比萨莫约 在他原著的死亡 艺术的结尾中 这样写道 终于柯树最好的时间 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是啊 什么都不做 才会什么都来不及 可以长久敦促自己变得更好的 不是别人 也不是什么设备 尤其只有你自己 Kindom并不能读促我去读更多的书 但买了它 居然想读书的我 去读了更多的书 feature健身镜 也许并不能完全治愈我的懒惰 拖延症 以及身体上的各种健康问题 但有了它 或许可以甩掉 没时间去健身房的借口 迈出改变自己关键的一步 打开feature产品的用户手册 第一页 或是产品介绍 也不是什么功能使用 而是那句 看见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祝愿看到这的小伙伴们 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里是青年科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